中国女排在2019赛季的主力,很可能是这套阵容。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,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。 女排联赛八强战,还有最后的三场比赛,就算打到决赛的球队,也没有多少场比赛可打了。 那么,2019年,世界女排联赛在五月份就将开打,因此,中国女排新一期的集结,也为期不远了。 联赛是国家队的根本,在东京周期中国女排换血的情况下,肯定会有新人进入到郎岛的阵容当中。 那么,2019赛季,中国女排的核心阵容会是哪些人,甚至会起到什么变化呢? 主攻位置 目前,中国女排主攻位置上,朱婷是无可争议的绝对核心,作为世界第一主攻守与中国女排队长,她是场上的灵魂与定海神针。 只要有朱婷在场,中国女排就有了一个主心骨,她的作用无需赘述。 张长宁在2018年受伤病困扰发挥不佳,以至于市锦赛上被球迷诟病。 但伤病基本痊愈之后,张长宁找回了巅峰状态。 联赛进行到目前的情况下,张长宁在得分榜上,以277分排名第五,蓝王榜上他以44个蓝王排名第四,主界六轮依传的情况下,依传到位率高达81%排名第九。 一个悬念的张长宁,不但是朱婷的黄金搭档,更是郎导手中,除朱婷之外的另一张免检王排。 小将李盈盈是上个赛季横空出世的超级超新人,超强的进攻能力,让他有了朱婷二世的美誉。 虽然在依传方面李盈盈仍有待加强,但就进攻而言,李盈盈已经冠决排超, 因此,他也被视为朱婷之后,中国女排最具潜力的领军人物。 到目前为止,李盈盈在联赛中,已经轰下了399分,领先于第二名的段放94分,并且局金期。 12个得分也是排名联盟之首。 并且,这一得分数据,还是在天津女排提前进入8强,以及后来提前进入4强,李盈盈并未常常主打的情况下收获的。 因此,2019赛季,中国女排在主攻位置上,基本是朱婷、张长宁、李盈盈三位球员轮流主打。 复工位置 中国女排的复工位置,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悬念,身高超过2米的袁新月,虽然在市锦赛上发挥欠佳,尤其是两次对阵意大利女排,没有送出一个篮网,但无论身高还是年龄,袁新月都是不可多得的复工人才。 球迷认为袁新月球风偏软也好,说她篮网无力也罢,但新鲜复工能出其佑者,又有谁呢? 局军篮网方面,袁新月已0,91分高居第一,在五元联赛八强之后,袁新月仍以39个篮网排名篮网榜第7,中国女排的主力复工,非袁新月莫属。 如果说袁新月是中国女排的复工绝对主力,那么老将严妮,则是这一位至上的绝对一姐。 虽然已经行走在了退役的边缘,但2018年女排市锦赛上,严妮,一举荣应最佳复工,然而满身伤病的情况下,尽管保持了巅峰状态,但严妮能否继续坚持则就另当别论了, 不过只要她自己愿意坚持,中国女排真的就离不开她。 如无意外,朗导仍需要她。 因此复工方面在大赛上如无意外仍是袁新月这对组合。 接应位置 李约周期,中国女排接应位置上有曾春磊、杨芳旭两年大将,李约奥运会之前龚翔宇突然横空出世。 经历了奥运会的洗礼之后,龚翔宇变得愈发成熟,市锦赛上更是将老将曾春磊挤到了替补席。 目前的龚翔宇,已经坐稳了接应主力之位。 老将曾春磊上个赛季焕发了第二春,但本赛季的她的状态明显下滑,另外,杨芳旭殷商,今年又没有参加联赛。 所以中国女排的接应主力,还是龚翔宇的。 二传位置 与接应一样,中国女排的二传也没有多大悬念,虽然丁霞在世锦赛半决赛最后一球的选择上被球迷炮轰,但当时的情况是一瞬间就必须做出的选择,没有传给朱婷也不能完全怪丁霞,毕竟她也是一位老将了。 虽然今年的辽宁女排进入四强,几乎成了一种奢望,但姚迪与刁林宇两大直接竞争对手与丁霞相比,还是有一定差距。 另外,孙海平与孙文静等新秀,短期内更不可能对丁霞形成威胁。 2019年度,中国女排的二传主力,丁霞当人不让自由人。 中国女排的林立与王孟杰两大自由人,一位是奥运会最佳,一位是世界杯冠军,两位都可独当一面。 林立与王孟杰分别效力于福建女排、山东女排,两支平民球队,都闯进入了今年联赛的八强,成为了两匹联赛飞马。 尽管林立与王孟杰所属俱乐部,已经无缘连赛四强,但两人的发挥都相当不错。 能将平民球队,带到连赛八强,两大自由人在后场的发挥功不可没。 林立擅长一传,王孟杰防守剑长,虽然是锦赛上王孟杰利亚林立坐稳了主力,但各有先秋的两人,在通往东京奥运会的路上,竞争仍在继续。 至于今年在国家队由谁主打,只能看见时谁的状态更胜一筹了。 因此,预计中国女排在2019年度的主力阵容为,主公,朱婷,张长宁,李盈盈。 副公,袁新月,盐一。 接应,龚翔宇。 二传,丁霞。 自由人,王孟杰林立。 当然,今年中国女排联赛当中,还是有不少老国手,以及新人崛起,主公为至上王孟月,仲慧,杨洁,刘晓彤等人发挥的可圈可点,小将吴涵更是成了江苏女排的核心之一。 副公黑马胡明润,以及小清新郑郁新,都打出了顶级水准,另外从接应改打副公的秦思宇,也有不俗发挥。 接应方面,王美一发挥不俗,杜清清则如副公正义新一样,成为了一名现象集球员。 二传,孙文静与孙海平的潜力,让人备受期待,自由人迷非凡,同样让人过目难忘。 这些新老国手,都有打动郎平的可能,谁能逆袭,就看谁的适应能力更强了。 关注中国女排,支持中国女排,中国女排与你我同在。